今年Computex半导体是大咖云集掀起了一波AI战火 而今天特别捐访到半导体女王超维执行长苏兹峰 她也畅谈了AI愿景 认为AI将重塑PC的产业结构 并且宣誓跟台积电还有台湾供应链关系非常坚固 半导体女王超维执行长苏兹峰 一身桃红色西装外套搭配深色西装裤 戴上招牌大钻戒和钻石项链 亮丽又有气势 干练也显得精神满满 苏兹峰接受非凡新闻专访 再次强调AI产业正处于最激励人心的开端 这年因为AI的重要性 所以台湾很高兴 我们的目标是把AI技术的快速可以带出 我们谈论了很多新的产品 我们谈论了新的AI机器 我们谈论了新的Data Center 产品 大约的AI 所有这些产品都需要非常接近的合作 为他们成功 所以我们跟TSMC有的关系 系列新品蓝图 苏兹峰也认为AI将重塑PC产业结构 而超伟与辉达在国际半导体扮演关键角色 同时也是竞争对手 Lisa认为AMD处于绝佳位置 努力将AI方案推向市场 超伟正在全力以赴挑战高性能和运算极限 苏兹峰更提出对于资料中心 AI加速器市场的成长展望 I think we'll see some good demand this year actually start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and then also going into 2025 and beyond AI market is growing much faster than anybody expected You know our view is that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we can grow easily greater than 50% on an annual growth rate AI商机无限宽广 半导体女王气势非凡 矽谷台裔AI巨头展现满满亲和力 苏兹峰持续破坏未来AI愿景 记者曹兰淫沉博成杨志杰苏伟明吴月龙台北采访报导 I think we'll see you soon